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此的寿鸟非常的奇特 供奉者光阴菩萨却不允许游客烧香祭拜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供水 在光阴巷面前有一个很大的水缸 他们可以将水倒入这个大水缸中 在水收回收之后可以用来灌灌花木 而这所寿鸟在十多年前 以加成就花了七千万买下了这块地 也是修建了十年才将这座寿鸟修建起来 更是树立着一座全球第二高的湖外光阴巷 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每天限额四百人参观 而且有外媒就报道说 李嘉诚这座寿鸟可能是为自己打造的私人灵墓 但是相信比李嘉诚的道德高度 绝对是不会一个攀生怕死的人 因此相信李嘉诚 对这座寿鸟更多的是一种敬畏事情吧 希望你们怎么看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下面留言 小朋友就跟着科技新鲜运进的观众们哟